大家好,依旧是我,严严施雅馨 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有可能发生 校园霸凌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求学阶段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因为我一出生时候 性别认知问题 导致了我会跟其他同年级的人不一样 就我身上的那一份女性特质 导致了她们会对我好奇 导致了她们想要探索我的身体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不管我不做什么事情 即使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面 她们都还是会来侮辱我 取笑我,霸凌我 这其中让我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上洗手间的问题 因为只要下课领想 只要我想去洗手间 那么我屁股后面肯定会跟着一帮 想要去一探究竟我的出厂配置 究竟跟她们有什么不同的死小孩 她们会尾随我 去到洗手间 然后扒我的裤子看 不给她们看吧,会被打 给她们看吧,会被嘲笑 所以这导致了我有一大段时间 在学校我不敢去上洗手间 因为我很害怕 我有好多次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阴影 我不敢去上 结果在学校尿裤子 我原本就因为我自己的性别认知问题 而很厌恶我自己的身体 再加上这些外在的压力跟霸凌 更加让我厌恶我自己 我曾经想过自杀 但是还好,很幸运的 我没有 让我更加坚定了 我要改变自己 想要蜕变的决心 因为我渴望 有自尊,被尊重,有希望的人生 我想要自在快乐地活着 在我毕业以后找工作的阶段 因为我的外形跟我身份证不符合 制了我找工作就业屡屡屡屁 这当然也不能够怪她们 只能怪我自己 所以经过了跟家人的沟通之后 在家人陪同下去了泰国 做了性别致患手术 让我彻底的身心统一 我原本以为一切的drama 将结束在我做完手术后 你要知道,历经的手术所有的那些艰难 那些波折 那些触目惊心的过程 我以为我从此之后就自由了 就可以破茧成疊 不用再去被人家束缚住 但是我永远摆破不了世俗的看法 摆破不了一些人 也许生命就应该这样子 波折 即使我做完手术 拿到合法身份证了 但是在一些人眼里 我依旧是个人妖 小时候 被老师 被同学 骂 你是人妖 长大后 出去工作 被人家指指点点 说上道士 说你是人妖 结果 我已经做完手术了 拿到合法身份证了 还依旧被人家骂 你是人妖 在我做完手术 然后参加国际选美 然后被邀请留在泰国Defening Show 工作的时候 我每天的工作日常 就是唱歌表演 然后结束表演之后 嫁我去跟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拍照留恋 很大部分来自全球各地的 那些游客们 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跟美好的 但是总有一小部分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会觉得我们是人妖 然后他们觉得 只要用金钱 就可以来购买到 他们想要的一切 例如触碰我们 窥探我们 甚至 你懂的 但是他们这些 窝措的想法 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因为事实是 我的工作就只是表演 还有结束之后 下楼去跟全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拍照 然后他们给我100泰铢 作为小费 这钱是我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 我有遇过很多很多 非常好的客人 他们会告诉我 因为今天来到这里 看了你出 了解到什么是跨性别的美丽 我了解到一个群体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与关爱 还要尊重的 但是同样的 我也会遇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人 他们又觉得说 花了钱就是大爷了 我花了钱 我爱干嘛就干嘛 因为你只是个人妖 有些有礼貌的 他过来之后 他会问你可以摸吗 那么当下我会拒绝 不可以 而有一些没有礼貌的 会直接上来 手就上来 这个时候 我都会非常敏感的 及时地保护好自己 然后打一下对方的手 警告一下 那么他也就安分了 但是有一些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我遇到过一件 非常恶性的事情 就是这个人 一上来 直接就用手抓 我当下我真的是 生气暴跳竹雷 家狂暴走 结果 他的老婆 就要骂骂咧咧地跟我讲 你不就是个人妖吗 我都给你二十泰铢 给我摸咯 给我老公摸咯 我真的是很崩溃 之后我大哭 但是这也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我自己 怪当初的我 不够及时地保护自己 只能怪我 还是不够强大 能够去抵抗外界的 所有不好的事情 我说了这么多 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们说 我这一路走来 多艰难 我是想要告诉你们 身为一个女性 没有权利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不受他人侵犯 不管是已经做完手术的 还是没有做手术的跨性别 又或者是那些 从小有女性特质的小朋友们 她们都不应该受到欺辱 不应该受到践踏 不应该受到霸凌 因为最基础的 我们是一个人 和你们一样 我们需要一日三餐 我们需要被爱 被呵护 被理解 被尊重 我们不是异类 更不是另类 我们跟你一样 我们只是普通人 如果说 你们真的想帮助我 其实 最简单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请你们 不要把我们区别对待 请你们 用平常心 去对待 每一个 还有标签群体的人 我真的 好想回过头 好好地抱抱我自己 我也好想 抱一抱你们 感谢观看